有朋友問,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創新低 會不會令恆子建議22519上年的第二隻腳呢? 22800之後就問你22519 首先第一方面炒股市 很多事情要說是預期 市場會不會預期的投票率很高 你會不會覺得30% 想不到這麼低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又是麻煩你做多一點功夫 這個立法會選舉第一方面不會令市場覺得很意外 而講到很多本地地產股本身為何這麼弱勢 政治因素它亦推薦了很多東西 而短線來講 我想你與其加壓一些因素給它 不如講實際的基本上 經濟前期是不好的 本地也好,內地也好 下年 如果你這一刻入得市 不是不行的,你搏建底 我明白的,有些聲音搏 搏建底你的大前提 你的感覺就是明天會更好 下年應該會比今年好 是不是? 這個你就要想 如果你強行要把立法會選舉 進去本地的相關股份上 可以的,你可以想 換了屆 新的立法會議員上任之後 是不是可以帶動本港的經濟 可以再創階職 你有這樣的信心 你就買本地相關股份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你講短線來講 你不會因為這個因素而選擇要入市 但是那個影響力特別對於恒指有多大 本地地產股或是本地相關股份的佔比非常之小 影響港股 老實說,我覺得本地的政治、經濟狀況 都是一個風險因素 但是在整個恒指今年的跌浪 為何恒指是跑輸全球股市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事 剛剛最重要的事都說了 就是因為數到十隻手指都數不完 其中有一些就是第二隻手要去數的 可能就是本地的因素 那些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覺得 沒有必要在這麼弱的股市上 得多個風險因素給它 即是你講的要關注的 也要先關注剛才講的核心問題